香港油麻地佐敦一带地区持续爆发疫情 多栋大厦污水样本检测持续呈阳性 1月23日凌晨4时 香港特区政府宣告 将油麻地佐敦区内约5万平方米的片区 化为受限区域 要求该区域内人士需留家强制检测 希望在48小时内完成行动 实现小区清零的目标 当天下午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前往位于佐敦的受限区域视察工作后表示 特区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后 采取这一举措 希望实现三点成效 一个很高风险的区 对于这里的商户和居民 无论是心理上 或者日常生活上 或者他们的生意上 都是很有影响的 第三当然我们不是做一次的 这个是一个我们要用的手段 所以今次总结了经验 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完善 我们会准备好 据悉 这是香港特区政府 自2020年12月8日 为封锁高风险处所 制定相关法律框架以来 首次引用该法律 发出禁足令 林郑月娥介绍 此次行动 由来自多个政府部门 共计超过3000名公务人员 参与支援 她提出要求 希望相关工作 可以做到越人性化越好 第一我们是通知居民 我们会分批有秩序地安排 甚至陪同他们下来 去到那些流动采养站那里 接受采养 基本上是逐家逐户去拍门 然后就是带他们下来的 第二方面我们知道 这个区里面是特别多少数族裔的朋友 所以我们的讯息 我们的单张 我们的单张 都是有少数族裔的语言 第三方面 这个区里面有一间安务院 相信亦都有其他的长者 或者残疾人士 是不方便下来接受采养 所以我们是安排上门采养 第四就是48小时 毕竟都是延长的时间 所以每一位下来做测试的居民 我们都提供一个食物包 针对有媒体报道 部分居民在封区前 连夜离开小区的消息 林郑月娥表示 未来将联合相关政府部门 对需接受强制检测的居民进行追踪和跟进 早前大家记得我们在月明村 是做一个很高调的执法工作 因为它是公共屋村 所以就有住户的名单 那就逐个去查 发觉其实那个遵从比例都很高 是百分之九十六 但都是等于还有几个百分点的 在月明村的居民呢 是没有做到这个强制检测 那我们就在房处的记录里面 找到大概这百几个 百几个没有做的检测 就交了给卫生防护中心 是跟进 跟进包括要发出强制的检测令 或者是直接罚款都不定 相较于公共屋村中的居民 林郑月娥表示 私家住宅中的居民的抢检跟进工作更为复杂 未来将由民政事务总署 在各区的相关民政事务处进行跟进追查